中国的人大 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到代表所组成的人大手中 是仅仅把那一部分立法权委托出去了吗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立法权是使用权 立法权的使用权 是仅仅委托出去立法权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注意到了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 现在我们强调的是 这个使用权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使用权 还是部分国家权力的使用权 部分还是全部 有一种声音是部分 哪部分 说是立法权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人大 他则是一个立法机关 他则是一个立法机关 但是我们在宪法上 我们在理论上强调的是 人大这种什么机关呢 什么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 你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吗 你知道什么含义 什么叫国家权力机关呢 也就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机关 或者严格一点讲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使用权的那么一个机关 那么这里的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权力 它是指其中的部分的立法权吗 什么叫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具体包括哪些权力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军事指挥权 国家元首权 等等 请问 国家权力 它人民委托出去的是部分吗 反过来说 人民代表经过人民的选举 从人民那里获得了 全部的国家权力的委托 还是部分的国家权力的委托呢 全部还是部分 应该说是全部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全部 不是所有权 还是使用权 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使用权 得到了权 都到了人大手中了 都到了人大手中了 不是部分的 我们以后会比较一下 跟美国 跟其他国家比较 美国人民选 议会 选出来的是 选出来以后 它委托了全部国家权力的使用权 还是部分的呢 美国 也就是说 美国人民选议会 是不是把那个国家行政权 司法权也都也 托到了议会水中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下次我们再说 在我们这里呢 至少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理论 我们的制度框架 它规定的是 人民把全部的国家权力 包括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什么什么 都委托出去了 当然地方上没有国家元首权 所以到地方人民选举 不会委托这个元首权 没这个权力 在全国层面上 对吧 也就是它人民所有 有的这个国家权力 它全部把使用权委托出去了 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称它为国家权力机关 没有称它仅仅是立法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 这个含义 这里的国家权力是个字 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一个全部意义上的概念 请同学们注意一下 政府是什么权力 宪法长规定 政府是什么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 那很明显 它只是获得了行政权 它是部分的 人大是全部的 那么来了 你就理解了这一点了 国家权力机关 所以我说 我们上次说了 因为宪法规定的 你就对宪法 你都要搞搞清楚 解读一下 有没有道理 它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它叫国家权力机关 政府就不叫国家权力机关 我甚至可以问你一下 你说行政权 国家行政权到了政府手中 国家行政权 难道它不是属于一种国家权力吗 它的性质也是国家权力吗 当然不是公会权 不是聚员会的权 也是国家权力啊 那么行政权到了政府手中 为什么不叫它是国家权力机关呢 因为它只是部分 只是行政权 反过来说 人大不叫国家立法机关 叫它国家行政机关 它是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的使用权 当然我们这样讲 并不是说人大不是立法机关 我们说它不仅仅是立法机关 人大到底是什么机关 要分析起来 我们可以从多角度 它是民意机关 它也是民意机关 表达民意的 但它不仅仅表达民意 根据民意 它还要义代义审议 所以叫也是代义机关 在民意 审议民意 讨论这个整合民意 讨论民意的基础上 还要立法 所以它是立法机关 它还要监督政府 所以它是监督机关 不仅仅是一个一个单个的 它合起来就是整体的国家权力机关 好 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 人大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 或者说使用权 我就以后就简化了 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 请问它是不是亲自 直接的行使全部国家权力呢 不是了 不是了 它亲自行使的哪几个权呢 主要是四大权力 我们一般讲的是四大权力 对 一 它要产生一副两院 也就是 它要把权力 把有一部分权力 要委托到一副两院 所以它行使着这个权 有时候我们叫它任免权 它要选举或者任命一些国务院或者法院两院 这个领导人 它在选举或者任命的过程中实际上它也同样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委托 把行政权委托了它所产生的国务院 把审判权 把审判权委托到它产生的法院的院长 最高法院院长 那就是全国领导 全国领导 地方上当然有地方的法院 那么把检查权就到了检查院 它要产生或者叫它任免 任当然还有一个免了 我们说这是它的一大权 包含上委托 那么第二 它也还要包括行使建筑权 建筑一副两院 一副两院向它做工作报告等等 还有人大有权去咨询他们 咨询 特别问题调查 调查他们 制度安排是有的 而且可以罢免它 如果实在不行 罢免你国务院总理 罢免你法院院长都可以 所以一个是任 一个是免 叫任免权 一个是监督权 还有一个立法权 一般都是四大权力 立法权 任免权 监督权 还有一个权 决定权 重大问题决定权 通常这样讲的 立法权 重大问题决定权 还有什么 任免权 监督权 这几个权 那么它的含义 也就是这样 要产生它 要监督它 要罢免它 要换戒 一副两院 那么立了法 做了决定以后 以不是人大 亲自去执法 以不是人大 亲自去推行 它的这个重大的决策 它有一副两院 主要是服 就是政府 政府是从正面 去执法 正面去推行 它的决策 而两院 也就是司法机关的 法院检察院 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什么 从消极的角度 就是说什么 如果没有人 因为对于法律的 产生了法律的纠纷 世界法律的纠纷 没有人违反法律 那么它不会主动的去出击的 它是当你对于法律 发生了纠纷以后 违法以后 它才被动的去参与 纠纷 矫正 这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别 行政权是主动的 就按照人大的决定 法律 它就去推行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切都是按照法律 办事 没有什么纠纷 那两院 法院检察院 大概可以睡大觉了 没什么大事了 当社会上发生纠纷 发生违法行为 那么它就出来了 好 这个我们也不许说了 那么人大到一副两院 已有委托 已有监督 这个话反过来说 一副两院的权是来自人大 对他的委托 一副两院必须对人大负责 那么你看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产生一个 一个是从人大那里获得的权 人大可以监督一副两院 一副两院能不能反过来监督人大 不能 以后我们可以比较的 跟有些国家比较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的地位是一种高低的地位 高低的关系 还是平行的关系 高低的 对吧 母亲和儿子的关系 一个产生了一个 主人和破人的关系 如果人民代表是人民的破人 那么人民代表在一副两院面前 他就不是破人了 他是什么呢 主人的化身 主人的帝离人 他在一副两院面前不是代表人民的 在人民面前 他也是破人 攻破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说 人大高于一副两院 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 他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 但他自己行使四大权力 他把行政权和司法权 又通过他产生一副两院 去委托到一副两院所终 同时要监督他 所以一副两院 他只能是叫做国家行政机关 或者是司法机关 他不能叫国家权力机关 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 行政权与司法权 就其属性来讲 属性来讲 他是不是也是一种国家权力呢 是的 当然是了 他是国家权力 但我们又不能叫他国家权力 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只有人大可以叫国家权力机关 而一副两院不能叫国家权力机关 这里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关系 来表明他的差异 他的逻辑关系 就是假如说 人大掌握了全部的水果 法院一副两院掌握了什么呢 苹果 香蕉 香蕉 等等 就这个关系 人大掌握了全部的水果 政府掌握着 苹果 司法机关是香蕉 生理 譬如说 这是什么关系呢 苹果香蕉 这个生理 当然也是水果 但它毕竟不是一个 所以整个水果的这样一种整体概念 不是全部的水果 而人大掌握了好比是全部的水果都是人大掌握 其中把一部分水果分到一副两院去 所以你不能说这就是水果 这属于水果 是水果当中的一种 但它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水果 它才是整体意义上的水果 这个整体意义上的水果就包括了所有这些可能还有其他 很简单一个逻辑关系 好 那么我想注意到一副两任 他掌握了行政权 司法权以后 他们派什么用场呢 干什么呢 管理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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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又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什么目标呢 照顾愚民 让人民过幸福的生活 安居乐业 请注意到这里 当然这里的管理也可以是 包含着佛物的含义 这些我们都不具体展开了 好了 那么你请注意到 人民把权力委托出去 到了人大 人大行使四种权力 人大又把行政权 司法权委托到了一副两院 一副两院 用这些权力来管理这个社会 最后照佛于民 这就回到了什么呢 回到了人民 为什么要委托权力 对不对 人民这个权力 让人干什么呢 我也托出去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 用好这个权 造福于民 所以 请大家注意 逻辑的起点 我们一步一步推出去 到最后是 回到了什么 它的起点过去 然后最后回到这里 我们称之为终点与起点重叠了 终点与起点重叠了 看看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花的花针 一个圆也可以 一个封闭的圆 一个封闭的框架 起点和终点重合 终点和起点重合 这里面 关键的是什么呢 注意到 伤重的委托 伤重的监督 是不是容易看出来了 双重的委托 人民委托权力到人大 人大委托权力到一副两院 人民要监督人大 人大要监督一副两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双重委托 双重监督 这就是我们的人大的逻辑 从人民主权开始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 所有者开始 这样回过来了 当然 我前面说了 这是我的一种理解 我的一种分学 我把它构成了这样一个图表 同学们 如果您觉得我这样讲 还不注意有说服力 不注意有解释力 如果我这样讲逻辑上是不通的 很勉强的 你有另外的一种理解 你觉得很难成立这样一个框架 那你可以提出来 你看看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我们这样来理解人大 好啊